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阿祖法那边已经很需要康特的帮助 昨晚当他回到工地时 发现一直在那里帮忙的哑巴男孩不见了 这个小男孩的失踪让康特感到无比焦虑 他深知自己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去寻找 面对这样的紧急情况 康特感到束手无策 哑巴男孩年纪尚小 心智尚未成熟 他的失踪无疑给康特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康特担心哑巴男孩可能会遇到危险 尤其是在这寒冷的冬季 任何延误都可能导致不可预知的严重后果 他深知必须尽快找到哑巴男孩 否则他可能会因为低温而遭遇不幸 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到阿东的解说 粉丝们如果有什么想法 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阿东 也请大家去阿东的橱窗 多多支持一下 让我们跟随镜头继续往下讲 康特的清晨 是在山脚下的一片寂静中醒来的 他的心情沉重 因为昨晚他整夜未眠 一直在寻找 那个失踪的哑巴男孩 却一无所获 这个小男孩的消失 如同一块沉重的石头 压在他的心头 让他难以安眠 昨晚 当康特回到工地时 他的心情瞬间从忧虑转为惊慌 那个总是默默工作 勤快而懂事的哑巴男孩 竟然不见了踪影 康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充满了不可置信 他立刻焦急地在工地四处搜寻 心中因为阿祖法的事情 已经充满了沉重 而现在哑巴男孩的失踪 更是让他的心情跌到了谷底 慌乱到了极点 康特知道 哑巴男孩虽然不能说话 但他的行动和眼神 总是能传达出 他的勤奋和善良 康特的心中 充满了对哑巴男孩的担忧 他无法想象 这个小男孩 在寒冷的夜晚会遭遇什么 阿东看到这里 也希望哑巴男孩没事 希望康特早点找到他 粉丝们千万不要因为看他们的纪录片而影响心情 我继续给大家带来福利 放放松 平时身上有异味 有老人味的粉丝们 你们有福了 这款固体香膏将是您的救星 它不仅能够替代传统香水 而且对所有年龄段的人群 包括老人和小孩都完全安全无害 使用起来非常简单 只需在出门前轻轻涂抹在手腕或颈部 就能散发出淡雅而自然的香气 让您在逛街或跳舞时都散发出迷人的气息 最关键是价格实惠 平时是29一盒 现在活动价19.9块 到手两盒 性价比非常高 一盒能用很久 感兴趣的可以点击我的头像前往商品橱窗找到香膏 在阿东这里可以保证正品 还价格实惠 谢谢大家的支持 康特在喂完小狗后 心情稍显平静 他拿出手机 拨通了老者的电话 语气中带着焦急和无助 师父 昨天我去探望了阿祖法 把哑巴男孩留在了工地这边 但当我晚上回来时 发现他不见了 我现在正四处寻找他 康特的声音透露出担忧 老者听到这个消息后 立刻表示理解 并迅速安慰康特 康特 我知道了 你先别急 我也来帮你一起找 我在城附近搜寻一下 你在工地附近再仔细找找 现在天气这么冷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 老者的回应给了康特一些安慰 他知道他们必须迅速行动 因为冬天的寒冷 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 是非常危险的 他们两人的合作 可能会增加 找到哑巴男孩的机会 康特的搜寻工作 持续了大半天 他的脚步已经到达了山顶 放眼望去 四周依旧没有哑巴男孩的踪迹 这让他的心情愈发焦急 尽管心中充满了无力感 但他并没有放弃希望 他知道 在这种寒冷的天气里 保持温暖是至关重要的 于是他收集了一些干柴 在山脚下点燃了一堆火堆 为自己提供了一些温暖和光亮 火光跳跃着 康特的思绪也随之起伏 他心中充满了疑问 哑巴男孩到底能去哪里呢 许多网友都在猜测 哑巴男孩的下落 有人甚至怀疑是凯尔带走了 然而 在此刻的焦虑和疲惫中 康特并没有深入思考这个问题 也没有主动去寻找凯尔 或许是因为他没有凯尔的联系方式 或许是因为他的思绪太过混乱 无法集中精力去考虑这个可能性 尽管如此 康特的心中仍然充满了对 哑巴男孩的担忧和牵挂 他希望哑巴男孩能够平安无事 也希望他能够早日回到自己的身边 他知道 哑巴男孩虽然不能言语 但他的存在对于康特来说意义重大 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情感纽带 哑巴男孩虽然能够早日回到自己的 阿智哥 哑巴男孩虽然能够早日回到自己的 感谢观看